原标题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云轩身受重伤,与爱人含泪西别道,虽然我做了很多坏事,可我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你啊,虐心演绎打动观众激进落泪,诸多网友频发弹幕,这很袁振霞,袁振霞vs冒险王魏斯里之蓝血人巨悉,袁振霞是黎明,李嘉欣于1993年领衔主演的科幻剧,剧中,黎明实演的男主角, 袁振霞,是一名武功高强,为人仗义的医生,而李嘉欣饰演黄娟,一个为了权力和地位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,他是袁振霞黎明氏的真爱,却一再将他推开,最终为救袁振霞而死,与之相同的是,在冒险王魏斯里之蓝血人中,吴允龙饰演的罗约翰,与黎明实演的袁振霞,同样是武功高强,为人仗义的医生, 两人无论对方做了什么都不离不弃,深爱不已,而徐东东饰演的云轩和李嘉欣饰演的黄娟,也同样是充满欲望和野性的女人,离开一生男友跟从首富,得到了一系列权力,做了许多坏事后,最终死在爱人的怀里,徐东东给予角色圆满落幕,从云轩和黄娟这两个形神相同, 因调押韵的名字中,便可窥见这两段情缘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不少看过袁振霞,的观众再来看冒险王魏斯里之蓝血人,便十分能理解云轩与罗约翰,这一对从始至终,都相爱相杀又缠绵不已的情侣之间的种种感情,只有情到浓时,才会一爱到底吧, 自《冒险王魏斯里之蓝血人》播出以来,徐东东一霸气十足的反派欲解形象亮相,波浪卷发搭配美艳的妆容,将举止裹绝很辣,行为潇洒不羁的野性大解大,演绎的恰到好处,其对感情处理的细腻及不感染力,出色演绎也彰显了自身吉祥可塑性,在大结局中给予角色圆满落幕的同时,也给观众留下深刻。